未来有没有人可以继承你的职业 这个是我很久以前就在谈这个问题 所以我在十几年前 我开始不在台上的时候 我自己难过很久 因为只要我在台上 其他人看不到 就所有的焦点都在我身上 后来慢慢慢慢给他们 我就发现现在培养了 很多很多很多的 好棒的演奏家 但是是不是能像我一样 可以兼顾这些整合的话 那我们还需要再培养 演奏方面 台湾没问题 那么整合的领导人的话 那可能需要再继续来培养人才 你得培养一个接班人 第二个朱宗庆 可能一个制度来建立比较重要 建立制度来让 有一个制度让很多人 说我们有团长 有后团长 有首席 有各种工作的方便来讲 就是让他们可以借着制度 那大家轮着来 对这个团体贡献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